花莲县满亭芳公益协会 岁末年终物资的发泛活动 今年一共采买了2000份的食品 要送给花莲北区四乡镇的弱势家庭 其中吉安乡分得460份 乡长尤淑珍特别制证了感谢状 给满亭芳公益协会 也协助把一大袋一大袋的物资 送给吉安乡乡亲 每到岁末年终花莲县满亭芳公益协会 都会号召会员集资采买生活物资 发送给弱势家庭 今年募得100万元采购了2000份食品 要送给花莲北区四个乡镇市 而其中吉安乡也有400多户家庭受惠 乡长尤淑珍特别前往致政感谢状 谢谢我们满亭芳公益协会长期以来 对我们地方弱势捐助 还有爱心的关怀 以及急难救助的义住 那今天发放460份 给吉安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结合跟花莲市吉安的这样的新手相连 攜手共进一起来关怀我们的弱势 身为我们满堤方公益协会的一份子 主持人也是会员 所以开启这样满满的长久的这样的一个挹注关怀 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当然也要代表我们的乡亲 代表吉安乡受证的这个家户们 跟我们的主办单位 跟我们善心的这些会员 致上满满的谢意 尤其在寒冬最冷的时刻里面 受到暖暖的爱 祝福我们的这个乡亲好朋友们 能够圆满一年温馨快乐幸福 除了致上感谢 这让乡长游淑珍也在现场协助发放物资 看到吉安乡亲到来 游淑珍也亲切问好 同时提醒大家 天气寒冷要注意保暖 并且戴好口罩 不要被病毒给传染了 游淑珍也感谢7月社团慷慨捐助 让弱势家庭可以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